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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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好 谢谢陈奕老师 陈奕老师 来 三位老师 请坐 好 欢迎三位老师到来 首先请三位嘉宾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若瑜 也是张雨昕 欢迎雨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奕 也是齐燕 在剧中饰演的是齐燕 齐燕老师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轩璐 在剧中饰演的是 邱燕之 欢迎轩璐 好 谢谢陈奕老师 迎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那一开始呢 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自己各自扮演的 这个角色好不好 好 那个 我扮演的角色呢 叫小鱼儿 然后像燕之他们 就是管我叫小杂鱼 是一个很可爱 积极向上 然后其实有点倔的一个 武林菜瓜 武林菜瓜 那你觉得这个 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性格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忠诚的 一个侍卫 我觉得它的那个 打不死的小强的这个劲儿 还是很特别的 有点那种拒劲儿 很扛奏 扛奏 好 来请我们的陈奕老师 来给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陈奕 我在《语金歌》当中 饰演的是齐燕 是的 我知道 为什么这么萌呢 那这个角色 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最吸引我的地方 它的隐忍和坚持吧 隐忍和坚持 就跟自己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吗 那也没有 好 来请我们的薛璐老师 也介绍一下自己扮演的角色 好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 邱燕之 然后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里面就是诠释它的时候 会有很多双重的演法 就是说你第一遍看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它是一个 让你很糟心的人物 然后但是越往后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可能是有 很多自己的难言之影吧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神秘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 演得爽不爽 就是老被人打挺爽的 对 刚刚我们的语系说自己是扛揍 扛揍 我不扛揍 我战武渣 但是就是反正也挺住了 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复仇的目标 好好 以及透露了很多 对不对 那各自用一种动物 来形容自己聚重的角色 好不好 狗兔 兔狗 因为就是 你们应该是鱼吗 对呀 他小鱼 就是那个鱼吧 就是鱼 兔狗鱼 鱼是七秒钟记忆 鱼我主要是我不太了解 就是它的这个习性 我了解的稍微差一点 那我就说就是兔是什么呢 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人物设定 很像这个疯狂动物城里面的 就是我很像那个小兔子 比较机敏 然后比较执着 那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很像小狗 因为小狗呢 它非常的忠诚 就是属于真的是打也打不走 骂也骂不走那种感觉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很生动 有画面了 那陈寅老师呢 那我这个叫狐狸吧 狐狸 狐狸 有画面感 确实刚刚都说到了 跟陌生人都会比较有戒备性 一开始就是见到雨昕的时候 是不是对你特别有戒备性 你说戏里面吗 戏里面 肯定是戏里面 陈寅老师本人很满的 没有 因为你问的是雨昕 我就觉得 就是他其实最开始见到鱼儿的时候 还是不是怎么信任鱼儿 就是还是有很多戒备 然后不信任这种 你把他想成狐狸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很可爱的 来陈寅老师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因为我本来也觉得 我是一只白狐狸 但是我觉得你觉得 是 也有这一方面 有一点相信了 但是我们俩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说他是一只小白狐狸 或者说一只狼群里面的小白狼 也可以 就是他是其实隐藏于反派之中 就背负着很多人 但是他是有自己的目标和任务的 但是他又不能告诉所有人 所以他只能以一个 这个反派的伪装 白狐跟白狼之间 其实我们都在默默地藏 对 是 隐藏着 我们有 其实也在隐藏自己真正的实力 对 对 所以这个角色越深挖就更有意义了 对不对 更有意义 那分享一下自己就是在片中的这个 印象深刻的一些戏好不好 因为我的就是我经常容易感冒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去吃面 然后我就有一句话要喊一下 要喊 批了 要喊那个菜婶我来了 然后我已经酝酿好了 因为我知道我就是 本来感冒就容易批 然后已经本来想的酝酿得很好了 然后还说菜婶 就还挺好笑的 那这个会录进去吗 有的时候嘛 因为我们拍戏 就是它可能中景进景都会有 所以有时候你偶尔一句批 只要你的表情不能 扣住了 你的表情扣住了 即便你菜婶了 但是你那个表情是正常的说菜婶 但是我们没扣住 还是不能用 对戏的这个人 对 确实是别人那个 有点就考验了 但陈亦老师呢 前期的一些戏吧 因为前期的一些戏就是 因为齐艳她性格非常的沉稳 因为她身边所有人都是安插 过来监视她的 她表面上给别人不惊不齐 没有很大的情绪和动作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方式 就比较印象深刻 还有就是因为我前期嘛 演这个角色嘛 我私底下还稍微是比较 比较活泼的 真的吗 对 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是比较活泼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什么时候 我自己觉得好不好 就是比较稍微 因为她 因为她这个角色要天天 是压抑自己的活泼 不是 是这样的 这个活泼可能不太准确 但是我觉得是跟 就是大家相处是非常融洽的 对 融洽的 就是说大家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打之前 就感觉跟她很不熟 对对对对 非常沉稳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可以解释可以吗 非常大 谢谢 这是我上次就场 就是 对 那就是有没有那种 演技很多长的那个 有没有这种戏 对 三位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有没有一遍过 一次过的那种戏 就是拍的也很爽的 其实大家都很好 就是大家相处起来 都特别的重要 我们想就是薛璐老师也说 其实我们氛围特别好 每次我们坐在 就是坐在一个棚里面 大家一起吃吃饭 分享自己的小零食 尤其薛璐老师的零食是最多的 每次就我们 要公开处行 就吃吗 好吃吗 要不要来一点 对 所以就是 分享 分享 大家相处起来 非常的快乐 薛璐老师呢 我和承鄞老师 就是齐岩 是吧 齐岩 对 我们在里面就是 怎么说 旗鼓相当 平分秋色 然后各种 针锋相对的这种 对着干 对 前期对干 后期对干 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直接 就是嫁给他了 就是变成这个 叫什么 贵妃是不是 对对 妃子 变成她的妃子了 就是我要 伸入你的身边 两人继续对着干 就是还蛮精彩的 然后因为我一直有一个 我可以说是 《狼人杀》里面 拿着两张牌的人 然后我有两重身份 然后就是 其他人 他们也一直在猜 我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包括后期 其实齐岩 他 可以说身体就是 反正 也有点弱 透了就多透一点 不是 你知道吗 陈老师好紧张 我不敢说 一个系列会 这个感觉都透透透 我就是说 有一场 就是我们俩 就是我成为 她的妃子之后 然后我们俩在房间里 他问我 到底是谁 你是不是那个人 然后我就指着拿手 这样指着她的这个心口 就说我如果是那个人 你早就 就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 那个拍的其实还蛮快的 而且就基本上是一两条就过了 怎么办 我觉得她的福利有点大 就是感觉这个聊天 把剧情 差不多说 对对对 到此为止 对对对 透过了 也会给大家更多的期待 因为本来刚刚都说到 你们的角色 包括自己眼前会很过瘾 所以你们很有很多变换的东西 那我们也稍微 这个事轻松一下 我们来互相模仿一下 刚刚都说 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那也就很会模仿对方 对不对 那对方有些什么 口头禅 就是很喜欢说的话 一些微表情动作 有什么 陈老师一直憋着笑 也不知道是为了模仿谁 笑成那样 你是说剧里的还是生活中 生活中的那种状态 嗯 那是我 那我我吧 那是严慌 就与其他 那个 哎呀妈呀 是吧 但是口头禅食是吧 哎呀妈就是 可能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呀妈老热了吧 今天 对对对 我觉得说对 对了 这有点热 很冒汗了在这 对很冒汗了 薛罗老师就是 我记得印象深刻 他吃零食 吃他因为他会带很多吃的 比如说他做这我做这嘛 我们都在也桌子都是放在一起的 对 所以当我看他一眼的时候 他看我一眼的时候 我觉得是也是自然反应 不是吃吗 是吗 要不要来一点 就是没就是所以但是 我就是整部戏给你留下的印象 对 但是他就是把零 他因为他带的吃的比较多 那把大家分享给大家吃 有时候我们饿了干嘛 就是从他那拿点吃的 我举报一下吧 有一次你出去的时候 他问我说 为什么薛罗一直在吃 对他能从早上一直吃 哎怎么吃也不胖 真的吗 真的 他就一直不吃 对吧 对 因为易哥只爱吃主食吧 说只爱吃饭 谁啊 你 我我不太吃零食 他不吃零食 就是一日三餐的那样 零食多开心啊 所以每次见到薛罗老师 坐对面的时候 陈妍老师可能就那个眼光啊 是不是会要躲闪一下 因为只要一叮嘱吃吗 一叮嘱就吃 有时候也会 有时候也会难一点点吃一点 也会吃点 那薛罗老师呢 嗯 那个雨昕就是她经常 过来找我玩嘛 是吧 在然后见到雨昕来 就是 燕芝 燕芝 燕芝你在干什么 啊 燕芝你来我的帐篷吃饭 什么什么 然后舔过顿什么什么 然后就俩人一顿吃 反正就是还挺开心 怎么了 那边都笑场了 我跟你讲 现场的导演啊 工作人多不对你 因为我们好久没见 如果聊的话 我们可能聊好久 各位大家就是 各位笑 对 然后他那个程寅老师 就是他经常 我很佩服他的一点 就是他在现场 就是大家在班机器啊 或者很混乱的情况下 他可以就是 好像就是自己沉浸一样 然后这样看剧本 看剧本 一动不动的看剧本 对 这个好 我觉得挺佩服的 这个反正 别人跟我说话 我真听不懂 嗯 就是因为之前 他沉浸的话 对 之前有人就是跟我说 可能觉得我不搭理他 不理他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跟我说话 可能我需要别人拍我一下 然后才叫我了 之前那导演说 叫他叫了我十多次了 我也不知道他 他也入定了 就是我不知道别人在叫我 后来跟我合作久了之后 他们就知道我这个习惯了 就是可能我该看我的剧本 看我的剧本 该睡觉的时候 该睡觉 其实这种状态 他其实还蛮吸引人的 就是因为他自己在 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 他可能也在看这个剧本 所以别人的时候 可能要拍一下 陈云老师 来 我们叫雨昕 嗯 嗯 那真是 什么感觉都是我的事 那个易哥平时有时候 就是他在生活中 然后特别开心的时候 他是有活泼的一面的 他会哈哈这样 对 一惊一张 他会有这个哈哈 什么时候会突然间就 不不 就是突然间 就是突然间 一般这个病情是在半夜 哈哈哈哈 有几点 就是12点前后 就是一拍一天 因为都累了 然后他就是晚上 会调动一下情绪 所以就是到基本上是 十一二点 比较累的时候 就会哈哈了 我就开始唱歌了 对 因为这个你得让自己 兴奋起来 兴奋起来 因为太困了 就是说天天就在唱 对 他喝完什么曲目 什么曲目 唱什么曲目 就是什么曲目都行 就别人可能 就说几句话 我就开始也不知道唱什么了 就让自己嗨一点 嗯 就高兴了之后 那演起戏来的时候 状态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一般到后半夜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 要不然动来动去 要不然在做运动 要不然就唱歌 对 我觉得 就是你们在一起拍戏 好开心 好开心 我其实特别快了 真的特别快了 好快乐的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 你们这个嘴角都一直上扬的 对 蛮有意思 忍不住地活配和开心 这种感觉 好 三位主人分享非常精彩 我想大家跟亲戚 都非常非常期待 想看这部剧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 TOP栏互动抽奖按钮 就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直播互动 我们的主演亲民招 芒果提案会员卡 芒果仔都会等你来拿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 与君哥见面会的互动环节 好不好 那我们稍微来互动一下 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亲戚手上呢 有三个锦囊 那我们的三位嘉宾呢 分别抽取 雨 君 哥 三个锦囊 锦囊里面呢 装的是不同的任务挑战 所以我们的嘉宾 要完成我们的 锦囊的任务挑战之后 就可以给我们粉丝 送出很大的这个福利 好不好 因为你们来了 我们的导演组呢 也是比较的阔气 我们会送这个芒果TV的 全年的会员年卡 就大家就可以看雨君哥 我们还会送我们现场呢 你们会现场签名照 热乎乎地送给大家 那第一个锦囊就 来 用我们诚意来抽 好不好 好 那就这个君子吧 一眼就相中了君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剧中 饰演的是皇帝 对 实在 那我们的君子锦囊的 隐藏的任务是什么呢 好 看一下里面的 这个隐藏任务是什么 没有字 没有 哇塞 这个 不得了啊 五个字 甜蜜 发力 长 好 我来说一下 这个规则好不好 就是三位嘉宾要轮流 持弓箭进行射击 因为现在是奥运会嘛 我们也为我们的奥运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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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轻松互动环节 来 我们 上刀剧 那我觉得这样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 陈毅老师呢 饰演的是皇帝嘛 就就英勇善战 对吧 那射箭可能是不在话下 我们就先请陈毅老师先开始 好吗 但这个和这个箭 有很大的区别啊 就是就是 这小朋友玩的嘛 就是 这是就是互动的 就是可以在家里 都可以玩的箭好不好 说不定你玩的时候 我们这把箭就火了 来吧 这是我脸上 怎么这么大 哎哎哎哎呀 小心啊 这个啥叫银呢 就射中就好了 哇 九环 这这这这是真的吗 我们我们这是第一箭哦 我们分配一下吧 一共十箭 要射十箭 一共要十箭 菜子 好 它这个 没事 哎我们还有 你这个算八环 算九环 只要是碰上都可以 就是它不一定 一定要粘在上面 我们都可以 在蓝色那行吗 对 可以的 只要不是出去就行 哇 我们每个人都要射十箭 不用 一共三个人 三 那我就射三箭 来吧 我们请那个摆发摆中的 宣罗老师 来 莫言 我让我逗你的 你刚刚逗我 我不会玩这个 真的假的 那你试试吧 试试吧 你这些承诺已经来了 你试试吧 挺好的 你李老师都剪得不 来吧 可以 来吧 给我一次机会 这玩意 你就玩 这玩意 还用剪 它在这个剧里面 就是武功武艺高强的 天赋异禀的 你这样 是不是这样 对 就这样 莫力远远 你不要让它 其实是 这很有力度的 其实是碰上了 其实算的 这个是需要力度的 是要特别大劲吗 需要要劲少一点 好 好 我感觉 这个 你还要看我 所以你很有力度 你还要看我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俩不设实践 就是我俩拍这个墙上了 这个怎么弄 这个 是 没关系 拿起来的 就是 在这里 看到了吧 就是 确实 摆发摆重 对 摆发摆重 这个技术可以说是 好 然后我们就不用碰到它 就两刀是这样 这样是吗 对 然后可以 干净一点 再干净一点 不是 陈老师可能有点紧张 对 其实是碰上了的 我觉得是咱俩劲小 是吧 主要是那两个剑 把它来挡住了 对 非常显眼 就是我想射那个石环来着 它给挡住了 非常显眼 肯定是石环 三两 百发百中 轩路 第二剑 他不信了 挨上了 是的 你成功了 可以 其实都很有力度 就只有陈毅老师 射了两支剑 我们的成功就是 只要能上把就是成功 所以就看得我们非常激动 我们恭喜我们挑战成功 我相信陈毅的两个剑 射中的不是这个把子 应该是射中的是 我们所有观看直播 你们的小心脏 这个时候可以点击屏幕下方 Top栏互动抽奖按钮 就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直播互动 我们的主演 签名照 芒果TV会员卡 芒果仔都会等你来拿 好 因为我们的成毅 他在里面饰演 也是一个英俊勇猛的少年天子 表面桀骜不逊 实则重情重义 他就是奇艳 好 接下来就到了 我们的成毅的采访时间 我们把成毅的采访时间 交给雨昕 好不好 你可以挑两个 最想问诚意的两个问题 来吧 你为什么在剧组 每天都吃苹果 每天都吃苹果 是青苹果 青苹果 这个其实也没有 就是其实因为之前可能 每天晚上会吃个青苹果 但是季节性的水果 还是都会吃的 像我最近都在吃桃子和葡萄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水果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水果 所以皮肤很水灵 也没有了 最近还是刚从新疆回来 晒得有点黑了 瘦了 瘦一点了 瘦了 挺明显的 对 新疆吃了什么水果 新疆那个西瓜哈密瓜 哈密瓜 可甜了 来看第二个问题吧 好 现在冲浪网速升级了吗 我现场要考你一下 好的 勇敢扭扭不怕困难 你要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勇敢扭扭不怕困难 这个答案就在前面 看成果是冲被冲浪 网上爱拜冲浪 快点到冲浪时间了 就很厉害呗 对吗 对 我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 心满离 这个真不知道 这个一点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心满离的话 你要讲心 心已经满了 咱俩离婚吧 我也是这么想 是不是这样 真聪明 这是另一个答案 什么叫心已经满了 这是另一个答案 我们来介绍正确的答案 就是 正确的答案 你委婉一下 也有满足的意思 满足了就可以离婚了 为什么一定要是离婚的 这不能是离 离开了 对 离别 然后 陈老师 心满意足了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就是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心满意足的离开 我们在新间拍戏 真的经常不服务的 没我 这会儿刺一下你的热点 可以 来看第三个 入股不亏 这个很好理解 入股不亏 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 因为你会入股不亏 我懂 对 聪明 你懂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这个就是 买了这个股票 就是不会亏 但是投资也有风险 对吧 是不是就是赚钱 它就是这个肯定是 这个东西就是有赔有赚 对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不亏 你说的是就是这个词原本的 这个意思是没错的 然后它延伸成了一个网络的用语 就是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 你只要喜欢了肯定不会失望 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 绝对不会后悔 就比如说我们这部剧 大家看了下去之后 就会入股不亏的 这个就会成我们的宣传语 好 最后一个真不戳 真不戳 你真不戳 就看破不说破了 看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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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不戳 真不戳 真不戳 那我们帮大家问一问好不好 还是聊一下这个剧好不好 齐燕身上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信念感吧 它的引人与坚持 陈毅老师特别喜欢健身 健身过程中发现了什么 不长胖又好吃的食物 除了轩露老师的零食之外 我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秘密 这世界上哪有好吃 又好吃 又不长胖的 做梦 应该没有吧 没有好吃又 又好吃又不长胖的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你们一般不是吃那种 什么沙拉啊 什么无油的 其实这个因为 鸡胸肉 对 因为我觉得 这因为是职业的需要 因为我们职业的需要 可能就上镜给观众看起来 我们会更瘦一点 所以在寻求食物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节制一些 但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演员嘛 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正常吃饭 就一日三餐 一个星期 保持两到三次的运动 迈开你的腿 稍微吃得 稍微健康一点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好身材 有好身体的 好的 我们听陈一老师的话 就绝对会真不戳 就一定会真不戳 好 我现在观看直播的 宝宝们也会对我们这个 陈一老师的这个上网网素 就越发的了解了 越发了解 大家这个时候呢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 Top栏互动抽奖按钮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 我们的主演 签名照啊 芒果契约会员卡 芒果仔都会等你来拿 好 接下来 就到了我们第二轮的锦囊时间 来 我们请我们的雨昕 来抽一个好不好 我要这个吧 好 抽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雨 为什么是雨呢 因为陈若鱼和张雨昕都有雨 是的 而且雨军嘛 对不对 感觉被磕到了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里面的锦囊任务是什么 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吃吃水果啊 就是喝喝饮料什么的 我们就开始了 不客气 不客气了 不客气 我的这个是这个 好 真爱守卫战 好 反套路研究社 这个游戏规则呢 就是三位主演一起来观看 剧中的名场面片段 并且回忆对方剧中的反应 一定要记得是用反套路的方式 接下一句话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这句还没有播 所以我们不要用原台词 每个人都要说 每个人都要说 就脑洞大开 好 好 我们来看 就反套路说反话 是的 好 来 你就是陈若鱼啊 对 我是紫衣局的新知见人 宫中已经上成了我的画像 好 喝你的人 对 就反套路 因为这个是陈若要演的 我们请陈若鱼先说好不好 给两个女生带点思路 正好对着我们的小鱼而说 那你说什么来呀 我一下忘了 你刚说那个理由 下班了回家吧 下班了回家吧 可以吧 对 下班了回家了 对 我们不用看那个原台词 没关系的 来 雨昕 挺真 挺真 这种感觉是正好接这句话了 不行吗 不行 那真可真 真可 也行 这个就过了 你管得着吗 你管得着吗 雨昕 你管得着吗 我说下班回家 你管得着吗 我要接 我要接一个的 我要 那我就这样吧 嗯 来 我们看薛璐 然后他就说一句话 你看我的面膜 你说 底薪多少 底薪多少 叫五简易经帮 管厨房帮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这个这个还挺好玩的 哦 你就是程若鱼啊 对 我是紫衣局的新执剑人 宫中已经上乘了我的画像 你果然和画像上一样愚蠢 好 我们第二轮 我们觉得可以 接近当中 又有点脑洞 好不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视频 来看一下 陛下 这可真 如此善离您左右的直见人 您当真要留着他吗 你咋还咋那人家一走了 你就咋那块说话呢 你咋还说有坏话呢 进行 战有欲 就是颇抢了现在 人家一走 你就走 说坏话 现场吃醋了 你接 来 来 接啥 谁呀 谁说话了 就是胭脂对请先生说 陛下如此善理你左右的直见人 您当真要留着他吗 我想不出来 先让易哥来吧 来吧 我就要留着他 你管得着吗 可以吧 对很霸气 我就要留着他 你管得着吗 看戏了 入气了 开播了 入股不亏了 入股不亏了 这个游戏吗 好玩的 是挺好玩的 我真觉得 你就什么都可以说 对什么都可以说 来吧 腌制先来吧 我想不出来 来腌制 你不是挺生气吗 就是 你可以 我先跟你吵一架 咋回事 等会儿 真的 您当真要留着他吗 对不起 我有点没有感觉 我就对你有点火 你看我不爽 您当真要留着他吗 我不太要留着他 我还要留着他过年呢 留着他过年 你就接了这句话是吧 嗯 可以 来 雨昕 有感觉了吗 对 留下来 她最酷 她就是我想要的女孩 这也是 这也是 可以 还唱歌也行 好歹思考了一会儿 陛下 如此善离您左右的直见人 您当真要留着他吗 朕不留他啊 难道留你啊 来 我们看第三个视频 月儿 那样 等着我 生气了 我去给你求药 完了 我去求药去吧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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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药 我不用药 那你用什么 我要吃面条 这什么 你不用药 那你用什么 不用药 这是往顺着走的 我们要反套路 那不用药 打针吧 也行 打针吧 你不用药 我给你打一针 打针都不用 那用什么呢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这不反着来吗 就是反着来跳 因为皇帝马上变成医生了 你不用药 那给你打一针 针也不管药 来人 拖下去 拖下去 我来人 你把这好夸给 因为不要可救了 就是来人拖上去 别耽误大家使劲了 编剧 可以 真的可以 但是如果你说 我就是你的药 要药 切磕 我这样说这个 我的rap你都看透了 咱俩一个套路 可以 来语气 不用药 不用药 吃个蜜 吃个 不用药 吃面条 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rap的心思 就止不住了 不用药 吃面条 我们一起 要要切磕 要切磕 那是你的风格 真的 应该直接说 煎蜜果的来一套 有你自己的风格挺好 有你风格 特别好 吃太 崔璐老师 我就煎蜜果子来一套 我也煎不下去了 你不用药煎蜜果子来一个 也行 也行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 可能这个药也不管 又可能饿了 所以你吃个煎蜜果子 可能就滴血糖就好了一点 对 对 有人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 可能太饿了就吃一个饼 或者吃一个巧克力 滴血糖 也行 我希望以后你们拍戏的时候 就这样揭话好不好 那拍得下去了 这个戏毁了 戏毁就没了是吧 鱼儿 等着我 我去给你救药 你别去 太危险了 太危险 我不用药 别怕 他们不敢杀着你 来了第四个 天哪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 我做错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我要在这看这个 如果你武功全废了的话 还能做什么呢 帮战抄写文书 但那也不行啊 就你那首烂字 算了 我们想让谁回答 我们就一起来 好吧 三二一 好的 陈毅老师 这个环节 这个我 懂你了了吧 真美的 陈毅老师接 这个环节我来 好 你来了 如果你武功废了的话 还能做什么呢 做你的女人 做野毛健操 如果你武功废了的话 能做什么 武功废了 没废也能做野毛健操 那就 做个废人 那就做个废人吧 对 做个废人挺好 那就做个废人吧 不也挺好的吗 这些都动都不用动了 就是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挺好的 YYDS 对 躺在家里挺舒服的 他还可以rap吗 躺着rap 对吧 我可能就更会rap了 对 就更会了 就在床上 嗯 朕在帮你想 如果你武功全废了的话 还能做什么呢 帮朕抄写文书 但那也不行啊 就你那首烂字 算了 陛下 我什么时候说我写字烂了 您不知道我是紫义局 一顶一的高手 写字 这么厉害 嗯 好 我们来再看下个视频 恐怕你不会同意 我同意 不管您说什么 我都会同意的 真的吗 嗯 真的 那你走吧 你这个就有点反套路了 已经 对 下一集了是吗 对 明天才重新 就是陈若瑜说陛下说什么 他都会答应 陛下让陈若瑜离开 然后陈若瑜会说什么呢 脑子嗅抖了 这么烦是吗 他肯定他说他不会离开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为什么要离开 对不对 对 就是 是吗 嗯 可以 可以吧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你真的是反着套路说的 他自己说的是我是不会同意的 恐怕你不会同意 我同意 不管您说什么 我都会同意的 真的吗 嗯 真的 那你走吧 您说什么 离开陈 离开恒安 我不会同意的 唯独这一点我不会同意 我不会离开陛下的 嗯 好 好 我现在这几个反套路的明场面呢 给大家看激动了 所有的人跟亲戚啊 就非常想追下去 所以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宇军哥的女主陈若瑜 她呢 是一个正直善良开朗的娇俏少女 她的果断和勇敢 往往能在绝境当中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扭转时局 你看还在这个实物表演啊 接下来到我们的雨昕的问答时间 好 我们就交给诚意好不好 嗯 来吧 你来问 问两个 问两个是吧 对她就是你最想问的问题 你想让我问那两个 哇你好绅士啊 这有这么多呢 嗯 当时接到 程如瑜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 这可以 可以 好 稍微一下 嗯 嗯 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整个剧里面 他们都是有点双面 或者三面型的 就是有臣服啊 又稳重啊 然后又很酷很厉害 但其实只有程若瑜是一个 呃 单面人 他就是只有一面 而且他是 颜颜子的 就是迷 妹 嗯 而且呢他就是很 很有性格特点 他的性格非常的明显 就是比如说 呃这个 很倔啊 然后又很扛揍啊 然后又很可爱啊 然后又很可爱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嗯 就很俏皮的感觉 要有点 也尊重灵气和灵动 嗯 来 第二个问题 要不第二个问题 你来挑一个 要挑一个 你挑一个 你挑一个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 都挺有意思的 都挺有意思的 有问题吧 手机相册 除了自己的迷惑照片 还有圈中哪位好友 还有我家大熊的照片 大熊 大熊 大熊是我经纪人 嗯 还有小红 还有很多你画的画 是不是啊 嗯 但是对没有好友 嗯 没有好友吗 那我们现场 现场 拿出手机 没有 既然陈寅老师那么不好意思地问 那陈寅老师 嗯 给我吧 好 我还是会问出来的 好 这几个问你都得问 对 不是说两个吗 让你问两个 让我问就好 对 你来做一个绅士的陈寅老师 那我就做就是观众朋友 最喜欢问的问题好不好 好的 评价一下自己的颜值 有时候挺顺 有时候有点可乘 就是不化妆的时候 有点黑瘦黑瘦了 一化妆 就好了 哇哦 发着光 可以了 这本人竟然真的是非常瘦 非常好看 皮肤非常好 太瘦了 对 那这个时候顺便 宣罗老师 你也评价一下 自己吧 难以齐齿 这么 因为女生评价自己的颜值 我都觉得 好 评价自己的颜值 就是 平平无奇 不能这么说吗 平平无奇 反正就是够演这个了 够演颜值 那陈云老师 你就来评价一下 他们俩的回答吧 特别 我会让你评价自己的 那我就先下班了 太难了 都挺好 都特别好 对 都特别好 他们的回答特别好 就特别 说实在话 真的就是特别敬严 而且就在演戏上面 二位老师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这是真的 我们拍戏过程当中 就因为大家都是很想把这个拍好 所以 这是真的 真不错 我要评价颜值 那时候拍得特别好 真不错 非常好 颜值也真不错 真不错 好 回答雨昕 现在有钱有事业功臣名就了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 没少看我直播 就是没看你直播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就 咋说呢 这不得找个对我好的吗 对 对吧 对我好就行 然后再就是 长得白点吧 因为我那个就是 如果你要说往深远了 就要考虑到下一代 我希望我的孩子白一点 然后头发多一点 因为我的头发有点少 然后我还没有太多眉毛 所以我希望她眉毛浓一点 就是一条就挺具体的 具体 直接给你画的上 我希望我们俩能就综合一下这样 综合一下 眉毛粗 白 发际线在这儿 对得好 好吧 四点 大家懂了 就差不多这样 记得与现在去留言 符符符合 好的 找一下 好 来 最后一个问题 你会把追求者当兄弟相处吗 我当兄弟看人家还喜不喜欢我了 有时候我俩没成 对吧 我可能对 我没喜欢他 他喜欢我 对 我当兄弟 人家到时候一见我就多心 那也不行啊 所以就前提是 你当兄弟的前提下是 人家也不喜欢你了 你俩就可以当兄弟了 对吧 要不然你总去那样 对他不好 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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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路是这样吧 没听明白 没听明白 再重复一下 按 刚才总笑 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我觉得当不当兄弟这个点呢 主要是由于对方 还喜不喜欢你 如果说对方对你 还是有这个感情的 你总去 对 你总去跟人家当兄弟 其实他也很容易就是 一看你就喜欢 一看你就喜欢 越看越喜欢 越喜欢越看 然后你当兄弟 你性格还挺好 然后你还每天跟他玩 然后他就 爱你不能自拔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做 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你了 那就可以当兄弟了 明白 就喜欢他 就是非常喜欢你 你就不要再太折磨他了 因为你又天天在他身边画了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是不是 非常好 学到了 学到了 反正那个摸不透 陈亿老师摸不透了 我说雾不透 雾不透了 本身这个 这特别像你 就是齐妍跟程柔鱼 在距离的关系 对吧 你雾透了 你有点 就是齐妍想要成 喜欢程柔鱼 所以就是 对就是要保护你 就让你远一点 天天 现在喜欢一个人这么难 没有 我俩有点难 因为那个 就是这个 就是不只是男女关系的问题了 好的 就是一定要在剧中看 宇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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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三个键囊 也就是我们萱露的 有个鸽子 谢谢 因为鸽子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萱露姐姐能够摄像舞 对 我这位所谓的小姐姐 都是歌射箭 对 还有射箭 才艺满分 对 啥都行 我拆了 来拆了 看一下有什么任务在 应该是你非常擅长的 小羊 好几个字 闺蜜一起拍 好的 闺蜜一起拍 这个就是为雨夕 还有鲜露姐妹俩量身定制的 我介绍一下有些规则 闺蜜舞最近非常流行 就是一起跳的那种 对 然后因为萱露跟雨夕 就戏里戏外感情都特别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就感觉到了 然后两位又是武林高手 然后观众朋友就想考验你们这个 舞蹈功力了好不好 那首先 雨夕队萱露 你们肯定要坐在一起 我来吧 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视频 如果我们陈妍老师非常想参与的话 我们是非常期待 非常喜欢的 这个我从来没玩过 从来没玩过就太好了 因为一定要把这个美好的第一次 留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还是等老 别打扰他们了 好的 3 2 1 开始 这眼下的唄 lash上击 来一下 边缠续 没有看到 ock 然后好 很考验功底 但是一定难不了 我们两位小姐姐 好 打架呢 请我喽 第二个视频 可能需要两位站起来了 好不好 好 来 你注定 对你目不尊敬 唯独你让我连行 好完美 怎么做到的 太高超了 就是很简单就做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学生这样都是很有天赋的 还是有一些默契的 好 恭喜 两位完成我们的锦囊的任务挑战 恭喜 表现得很棒 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好不好 这个时候可以点击屏幕下方 Top栏互动抽奖按钮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 我们的主演千名招啊 芒果T&A会员卡 芒果仔都会等你来拿 那我们就进一步了解一下 薛璐小姐姐 因为她饰演的这个胭脂呢 是一个绝顶聪慧 性格坚韧的传奇女子 我们依然给到我们的 陈彦老师 挑两个问题 薛璐老师之后 还有什么旅游计划吗 要看有没有时间 对吧 然后也非常想和几个朋友们 大家一起去旅游 对 是的 就是你 还有妍妍子 我们几个就是如果是好朋友们 一起去旅游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大家平时都是在工作场合 互相相见嘛 然后私底下能碰起来的时间 也非常少 所以哪怕是在恒店啊 或者哪里见面 然后干个饭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那你想去的第一个城市是什么 恒店 因为他们说我和恒店就是半永久了 就直接住在那就行 旅游都要去恒店 真爱啊 如果只能带两个人去旅游的话 脑海里出现的两个人是 好嘞 没你 没关系 我会为你们点赞的 好吗 好 来 陈寅老师 那我问一个这个好不好 宣露老师看电视剧的时候会刻CP吗 看电视剧不就是要刻CP吗 就是你 就是在剧里面刻这个大家角色的CP吗 因为剧里面包括像齐妍啊 然后河陈若鱼啊 然后每一个剧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人物线啊 然后故事发展啊 然后两个人的感情走向啊 然后我觉得看电视剧然后刻CP本来就是一个 在生活中可以还还蛮调节自己情绪的事情 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反正我接下来就有东西可以刻了 宇君哥 宇君哥 观看直播的宝宝们 接下来我们有个惊喜福利等待大家 那就是之前呢 在微博向网友征集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看哪些微博网友的问题 会被大家翻牌吧 这个东西就交给三位主演了好不好 来 陈寅老师交给你 对 抽签了 陈寅老师 你要抽啊 我先抽是吧 对 这都是我们征集到的 微博朋友 好小的字 问 宣璐 问什么 当看到造谣自己恋情的传闻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什么 我的内心十分平静 甚至有点想吃黄门鸡米饭 就是就还挺平静的 因为觉得也不可能是真的 然后反正我自己就生活啊工作啊过得开心就好了 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 嗯 好 来给我 然后让其他两位也抽一下 再抽是吗 对 其他两位 我们要抽 对 我们都给我们的微博粉丝一些福利嘛 来 翻一下牌 问诚意 你是如何理解齐燕这个角色的 理解这个角色 嗯 因为 呃 齐燕她背负着 治国安民的责任嘛 那么她心思缜密 更多的时候 她需要藏 那么 包括自己的情感 还包括自己的视野 她都需要藏 呃 而且 呃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呃 内心很强大 呃 嗯 背负了很多 所以 她这个角色就是更多的都是在心里面 嗯 嗯 知道一个人独自走在黑暗当中 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嗯 所以就是 她隐藏自己真正的实力 嗯 而且在每一次呃 面对困难 呃 破局的过程当中 呃 她都很呃 呃 坚决的去 呃 把她给呃 呃 这个角色你做了哪些准备 怎么都抽到我 女生抽到你 就是还和之前一样 就是像大家都是 要带一个 没事 可以 就是提前多看剧本 做好工作和导演 还有大家讨论一下剧本 包括听听其他演员的想法 那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这个表演空间就会越大 而且就是说如果第二天拍戏的话 头一天晚上复习一下 有时间的话 竟然复习一下 那么让自己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们每天都开工的时候 就是其实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就是你可能你自己要 可能你今天的状态 可能不怎么好 可能就跟每天起床一样 你不能说每天都保持 特别好的状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更多的自己演员 就是可能自有自己的 心态的调整的方式 所以更多的就是每一天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每天把工作做好 那么第二天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几百号人 因为在现场拍戏 所以更多的就是 这几年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知道 就早上五点和晚上十二点 对 差不多 就差不多 就兴奋起来 相对兴奋起来 那其他两位女生 诚意你再抽一下好不好 我再抽一个 对 再抽个 每个人再抽一轮吧 因为主要是粉丝嘛 就还是帮他们满足一下 他们的小愿望 问你了 第一次演戏和现在演戏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觉得迄今为止 演过最有挑战性的角色 是哪个 我第一次演戏是 其实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只是把词能背下来 然后能记住上一个人说什么 然后把这个词给说掉 然后跟现在比呢 当然就是 你包括对戏的理解呀 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反应 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化学反应 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认识 那包括导演给的要求 和剧本的理解 也有了比较还可以的进步 然后还有啥 天儿 你怎么两个问号 迄今为止 演过最具挑战的角色 我觉得每个角色 其实对我来说都挺挑战的 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有多多少少的不同 然后其实掌握一个角色 他的心理感受 我觉得是最难的 所以就是 其实我觉得进入每一个剧本 都不是那么简单 好 OK 是我来抽 对 两位女生 再抽一个 看一下 问露露 最近有参加 最近有参加恋爱综艺的录制 可以分享一下 择偶的标准吗 参加恋爱综艺的录制去观察别人 那你也得分享一下择偶的标准 择偶标准就是也是眉毛粗的 完了那个就发现低的 干啥 跟我抢是吗 就是 对 就这一 你要什么眉毛粗 我有时候不懂了 好不容易逮着一个眉毛粗的 结果一样你一个一样走吧 就一个眉毛粗的 这也太难找了 就是好姐妹 我觉得跟那个雨昕说的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一定要对自己好的 然后让自己开心的 这个可以吧 可以 就是大家在一起要比较合适 然后大家的性格 然后各方面 我说的你能马上该得到我的点 然后你说的也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看重的吧 就是发现那个眉毛就不用了 留给雨昕了 谢谢 明白了就是能照顾你的 好的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刚都说到了 主要是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嘛 所以我们这里有就是大家的这个签名照 我们就现场来签名好不好 好的 来分享给三位老师 这个给你 我从楼前摔下去了 你前来 好吃吗 好 谢谢 谢谢 台阶没事吧 台阶没事 跪着下去了 谢谢 好 我们来签上签名 这怎么我眼睛都肿了呢 肿了点好看 后来发现肿了也不好看 叫我那会狂 太狂了 肿了显胖的 就是有的时候太要看了 我去把片子看得很像 你看了吗 没有 这个声音大家就是忍受一下 好 签五张就好了 那如果大家想多签一张的话 那一张就会属于我 所以 那绝不会再签一张 为了我就辛苦一下 毕竟我这个是 谢谢 非常喜欢你们 好的 好的 这也不知道多少了 五张 对 那我就签了多少张了 六张 签了六张 听到了我的心声是吗 对 谢谢陈寅老师 谢谢 这个笔已经不允许我再多签了 我也要把 我也要把 我也要把他 我也要把他 我也要把他全签完了 好的 那我们的开播见面会 也要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首先要恭喜三位嘉宾 是完成了我们所有锦囊的挑战 所以你们接下来 可以成功地点亮我们 宇君哥的灯牌 好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会把我们这个点灯仪式的灯牌呢 放在我们的前面 好吧 然后三位呢 需要就是 拿起我们面前的这个铃铛 到时候就摇动它 然后我们也会点亮我们的灯牌 好 轻轻会倒数 3 2 1 我们就一起摇响开播的号角吧 准备好了吗 OK 3 2 1 摇响开播的号角 好 祝愿我们宇君哥开播大型 收视潮红 收视爆爆爆 感觉要爆了 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宇君哥 开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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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好 在开心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节目组呢 也是为三位准备了我们的一份小礼物 也就是我们芒果TV的会员年卡 谢谢 来 送给雨昕 送给沈亿老师 好 送给沈亿老师 好 送给沈亿老师 谢谢 好的 好 因为我们的开播见面会呢 到这儿马上就结束了 在最后的时候呢 就是三位主演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包括安丽一下我们这个剧 好不好 好 希望大家能够去观看雨昕哥 入股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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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的雨昕哥 大家能够喜欢 哦 绝对喜欢 绝对喜欢 好 来看我们的雨昕哥吧 祝这个收视的慢 收视长虹 收视爆爆爆 好的 希望大家现在就要关注 我们芒果TV会员公众号 发送雨昕哥见面会 参与专属的活动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我们的会员年卡 包括我们刚刚都给大家的现场签名 照更多的惊喜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雨昕哥见面会 到此就结束啦 在此谢谢三位 拜拜